這是廚科餐廳 是,你好 我是Alisa 你好,你好,幸會 我們本來登機的是設計公司 可是就是我們今年要開始創業 然後我們想要做的是共享廚房 那就是在這一段時間 籌備的期間就遇到一些困難 想要跑位之下 主要其實是 就是共享廚房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很多了 然後商務委員也都聽過 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不只是 就是找個廚房的單位進來收租金 像百貨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希望其實是做資源整合 就是上下垂直 包含從材料的部分到 比如說跟Post廠商或UberEats不分打談合作 因為比如說在做餐廳 以前我們其實自己也有開餐廳 那餐廳的痛點其實我們都很知道 因為比如說食材的部分 人力的成本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們想要做的資源整合是 比如說像從食材這一端 未來可能可以跟小農合作 去幫他們收購這些農產品 然後來供應給我們的餐廳 那下游比如說像外送的系統 他們抽成現在平均是30-40% 可是我們其實是全世界最高的 因為像美國大概平均只抽14% 所以像這些東西如果有量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跟他們談比較好的爬數這樣子 概念上是這樣 但其實現在找場地的過程 其實遇到蠻多的困難 因為其實我們有跟市政府那邊拜會過 那現在商業處把共享土房這個產業定義為 即時餐食 那即時餐食的法規 除了坪數的限制之外 最重要其實是它是工廠 那工廠100坪以上的話 是要在工業區 然後當然它還要符合所有的工廠法規 可是即時餐食跟共享土房的概念 其實又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在找場地這件事情上 就還蠻大的困難 那具體哪裡不一樣 比如說在台北市100坪以上的空間 我們必須要到工業區 可是扣除掉南港跟內湖之後的工業區 在台北市只有三段房子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說共享廚房跟你偏要被定性的 即時餐食 即時餐食比較像是學校團善 他們在工廠裡面全部做完之後 然後送到學校去 那可是像共享廚房 其實我們主要都是配合外帶外送的 他有下訂單我們才做這個東西 我們不是先在廚房 全部做好了幾百個餐盒 然後等著人家來下訂 那以工廠法規來說 他可能還要無軍事 然後他還要就是無塵 然後還要抽驗所有的食材 檢驗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其實即時餐食 我覺得說共享廚房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一間餐廳它有五個不同的廚房 在這個單位裡面 那他們其實做的事情是跟餐廳是一樣的 其實就像是飲料店 然後它是直接在街邊賣它沒有座位 其實我覺得共享廚房比較像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如果用即時餐食這樣的法規來限制的話 第一在場地上面其實很難找 第二是工廠的法規我們很難符合 因為我覺得其實不管是消防 或者是衛生或環保單位的要求 我們其實都是可以配合的 但是就工廠的這一塊 確實是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都是外送為主 所以會有一個區域範圍限制 那當你到工業區的時候 其實兩公里內可能都還是工業區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供應到在市區的需要購買這些人 對可是事實上外帶外送主要還是會以市區為主 不管是都會商業區或住宅區的客人為主 那工廠的話可能就比較難 那如果要去南港內湖找場地的話 工業區的另外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大部分都沒有瓦斯館 光是牽瓦斯館就可能要花費四五百萬以上 所以在開辦的成本上面也會相對高很多 對 OK 所以現在的目的是說 不管是叫工廠餐廳、廚房或虛擬餐廳 你希望它變成是跟即時餐食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對 然後像找場地的部分 這個你來講好了 其實政府好像也有很多空間是閒置的 就我知道 我覺得有一些空間其實是閒置沒有在使用 但是其實好像常常我們都不知道他們 上網找不到他們的資料 然後可能找到都是老屋 可是都是很老很老的老屋 你要花很多的精力跟金錢去修繕 然後而且因為它是老屋 它裡面又不能明火這樣的狀態 所以在場地上確實是蠻困難的 OK 但是因為像台北市當然它有它的一個叫做 那叫什麼 台北市是有閒置空間整合查詢平台嗎 嗯 那可以說是只要是台北地震雲知道的 它都已經在上面已經有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那上面看得到的 對啊 因為它上面的就是它的地震雲自己知道的 所以也不會有在上面沒有 但是其實是閒置的 是有土地的這個情況 像這樣子的空間它會有分 就是譬如說是 嗯 單位不同 譬如說是屬於台北市政府 或是屬於 嗯 我家所管的 不同嗎 嗯 你說有些是中央嗎 中央的其實不多 而且大概都已經 如果不是已經使用 就是變成古蹟了 好比想說各位所在的地方 就是一個國有的古蹟 但是如果是古蹟當然也很難變成 你剛剛講的那種運用方式了 對所以我覺得還是像就是這些室有土地 它的包含房屋現況啊 顯示面積多大啊 這些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平台可以查詢 我會建議就是先用 我們先用的 現有的開放資料 去去看這樣 好 是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些活化成功的案例嘛 嗯 但至少知道說你要怎麼樣 就是 跟這些人接觸 那至少他們也可以告訴你出來 他們當年是怎麼樣活化它的 哦 對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對對 這個 OK 好 那法規條式那邊 就是市政府有建議說 你們要 尋什麼方式做法規條式呢 誒 這說起來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其實呢 各級單位我們幾乎都拜會過了 然後呢 呃 很多 長官 建議我們 嗯 可以可以講嗎 有錄影嗎 不會是來找我吧 哈哈哈哈 不是 哈哈哈哈 他們 建議我們找一些灰色地帶 嗯 你就找一家面積很小的餐廳之類 就是找一些灰色地帶來看這件事情 然後 欸 等一下 因為他們也覺得說這是一個新的產業 他們也很希望 我們可以 真的去執行這件事情 對 但是他說因為上面下來的條件就是這 要改也不太改 這變成是修法 這件事情變成是修法 那他們就是市政府的回應是說 我們我們希望有新創產業在這個 可能沒有叫修法吧 我看這個設廠標準什麼 都是法規命令而已 不需要去立法院 應該是說 現況他們是找一個現有的法規 把這個產業塞進去 那他們不會再去做任何的調整 目前針對這個產業實際 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想要去市議會說 別的地方是工廠的 到了台北按照我們自治條例就不是工廠 沒有要走這一步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他們會建議我們就是去找一些灰色地帶 來閃過這些法規 可是 就我的 也是一招 真的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比較concent的地方是 譬如說 那我現在假設我找到了一個這個場地 然後 萬一我閃不過呢 就是我要怎麼去避免這個法規 因為它就在那裡 那我要怎麼去閃它 然後 如果我們做下去了 錢都丟下去了 然後它不能做 那我們不是損失很大嗎 因為對我們來說 這也是一筆蠻大的資金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還是應該是這個法規的主管部會 至少給你一個 你到哪一步就變成黑的 在此之前是白的 的那一條線 商業處的回應是 建議我們找立委 然後立委的建議是 就先做吧 就是你們就先做 然後有問題我們再來討論 怎麼怎麼避開 因為像 大家進來的時候 不是有看到一個代步車嗎 身心受限者的代步車嗎 但它在上面加了遮雨布 加了螢幕 加了收納空間箱等等 那所以它就想要問說 這個會不會變成 所謂的這個不良遺材 因為它本來是身心受限者的代步的工具 對 那但是現在又變成一個店面 對 那這個時候它的定性會變成什麼 對不對 這個很有意思嘛 對 那所以它當時就是去 中央切除了一個叫做沙盒 sandbox的這個網站 創新法規沙盒 sandbox.org.tw 然後把他們打算做的事情 從最黑的到最白的整個會階 都寫過去 那寫過去之後 寫過去之後 就有兩個機關都是相關的 但是它就不能互相推啤酒 所以就是交通部就說 話比像說 這個車體改裝 你要看哪些標準 那這些標準 你只要不要超過這個狀態 它會同意說你可以做許可證的變高 對 那施藥署就說 那你不能用其他廠牌不合格的零件配件或充電器 然後什麼不能有無線電什麼頻率干擾 這些情況都沒有碰到的話 那它覺得這還是遺材 所以其實可以用行政函令去解釋 就是說這是兩個函 那當然因為這兩個函都寫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這麼清楚 是因為當初提案的人 把從最黑到最白都寫出來了 所以這兩個機關以他們的權責範圍 都說你在這個之前都叫白的 那這個之後的可能就是黑的law 這樣子 他們也沒有寫得很死 但是至少這個之前是白的 所以在這個範圍裡面你們做就一定沒有問題 那如果市政府要找你們麻煩你們 就說中央主管機關 法規的主管機關都已經這樣講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它就給一個確定性 它並不是真的什麼都解決 但是它給一個確定性 所以我具體建議是說 或許可以就去找這個平台 然後它至少可以 如果你願意把你從最黑到最白的選項都告訴它 那它至少可以去剛剛講到的 就是不管是經濟部或者是內政部 應該銀建署算內政部 消防署也是內政部 這些三級機關都給出一個 他們覺得這個以前都算白的 之後的也不一定是黑的 這樣子一個形狀的函視 那你有這四分函視 或者四分以下的函視 你再回去這四個市集單位 那就不會造成他們跟市議會中間的衝突 那所謂最黑到最白的 就是說你們的營運模式 在你們就是不會寫本無歸的情況下 你們會願意做出到什麼程度的調整 你說我們租多大的場地要放幾間儲物 對對對 Exactly 就是說像剛剛的那個代步車 它到底要裝多大的螢幕 它才不會突然變成一個看板 它的目的其實是 它是一個行動的比舉牌人要好的一個店面 但是它如果大到一個程度 那可能主要它不是一條用電動代步車了吧 它主要應該是一個營業場所了吧 主要是廣告看板了 但是它如果是它自己的手機 一定不可能有人說是廣告看板 所以在一個手機大 到一個廣告看板大 中間 可以到多大 對,可以到多大 對,這個是主要的爭點 那所以就是說它要食藥署 跟要我們的交通部給的 就是說你到這個大小 或者是這個用法 之前都可以 那個之後我就不保證了 的這個函 但因為這個是公開的 所以也不是專門針對你們 或不是專門針對這一家 而是說以後的人都可以遵循的 那這樣的好處是 因為它不是自治條例 所以你們也同時幫到了 所有其他行政區的人 對 了解 所以現在上面找 可能或許也會找得到我們相關 說不定啊 上面已經68個 不同的案子 不同的案子 可以 OK 好 好 這樣 好 所以我 我的部分我剛開始講 可以 可以 討論 沒關係啊 之後反正想到什麼 或者你到沙河那邊 有一個就是案件的號碼 因為我持續都還是跟他們的團隊 會溝通 那如果真的就是 某一個地方真的碰不到人 或怎麼樣 那沙河團隊有時候也會來找我 或者是你也可以再 就是想你們 好啊 好 謝謝 那我這邊沒有什麼太大的 那可能今天先這樣 好的 謝謝你 謝謝 好害羞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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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